超越中限定 嗨 我是COPPA 為你帶來的是超越中限定 泰格伯朗的介紹 我的標題是下近比蘇密特兄弟還弱 我指的是防禦三項 也就是慘斷檔 沒錯 這三項他沒有一項能夠比得上 蘇密特兄弟 這真的是非常令人難堪 畢竟蘇密特兄弟比這張卡早出 而且不是越中限定 也不是超越中限定 更不是月底限定 就是一般的卡 但是呢 沒辦法 這個設計我真的不曉得 K-Level遊戲公司在想什麼 我們來看看內容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海外多功能型 OMF、DNF跟DF比較表 這是一個全新改版的畫面 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多功能型 也就是他同時兼具的進攻跟防守 這裡列出的就是COPPA挑選過 目前你在球場上應該看得到的卡 當然泰格波朗你可能會覺得 這兩張可能不太容易看到 但是呢 由於這兩張是跟最新的泰格波朗 比較接近也比較相關的卡 讓你能夠做一點挑選 所以我挑了兩個版本 那另外呢 瑪德利奇以及巴斯卡跟卡爾茲 都是大家應該在球場上能夠常常看到的卡 右邊這個排名呢 你看就可以知道 在防守方面 卡爾茲絕對是最強的 鏟球第二 斷球第一 以及擋球第三名 但是新的這張卡 超越中限定泰格波朗 其實也有一個很強 就是擋球第四名 但是他斷球二十 以及他的鏟球非常的慘 是七十六名 就顯得非常的差 原因就是因為他把數據分散到了進攻 你可以看到 盤球傳球三條檔團 他的排名不差 三十一、二十五跟三十二 就這三個版本 泰格波朗來講 的確超越中限定這張最新的 可以說是這三個中和來看 是比較好的 我們接著來看參考對象 比如說瑪德利奇 他有鏟球第十名 斷球第三名 非常的優異啊 另外就是巴斯卡爾 不管進攻跟防守都非常的優異 不要看到十三名的盤球其實已經非常強了 傳球第六、三條檔團第四名 甚至鏟球跟斷球 十九、十八名 這都是只要他猜對 基本上就是能夠拿下 防守對決勝利 或者是進攻對決勝利 我們看一下 每一張卡 我在下面都有背注他的特色 這個特色主要是會影響他的數據 比如說第一排是他最強的數據 第二排就是他最弱的數據 左邊是沒有屬性優勢 右邊是有屬性優勢 我們可以參考這張圖 我盡量使用更少的圖案 希望大家在看的時候不會演化撩亂 不過數據真的就是僅供參考 因為這裡的數據都是非層級賽你看得到的 層級賽會加30% 那在之後的改版我還會做一些調整 我們接著來看海外多功能型 ONF、DMA跟DF的漸屏 前面的數據是給各位參考 所以我不太花時間去單一的 去帶各位看數據 喜歡看數據的就看數據 那我們喜歡看說明的 我們可以用這一頁來看 我們先從這個影片主要要介紹的 超越中心力泰格伯朗開始 首先我們來看優點 我用綠色序號來表示 我們來看他有100%的自動斷 他可以熱線ND多特蒙德加8% 他有風雲無效 他有耗體減少20% 他可以幫助星田順 哈特蘭德跟蘇密特兄弟加2% 以及他有海外克星 這都是優點 但是缺點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BUFF對象限定了 也就是只限定了1234 4位球員可以加2% 然後呢 他對日本會比較弱 因為他是海外克星 他的殘球可被霸凌 你剛才也看到 他排名在76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他的熱線對象其實有點少 也就是這一個 只有ND跟多特蒙德 要同時符合加8% 然後名不符實的SDC 雖然是超越中限定 但我認為他其實沒有那麼的厲害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 單圈可以擁有到雙圈建議擁有 右邊的卡 我一樣會把他們的優點跟缺點都列出來 提供各位參考 泰格伯朗技術性的Rising上 我們看還有60%自動斷 日本北中南美克星 預測得勝 他同樣是限定對象 卡爾茲、穆勒跟蘇密特兄弟加2% 一樣是4位 他的殘段很猶豫 不怕霸凌 他的殘段是在27名跟31名 都在70名以內 所以他是不可能被霸凌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缺點 他會怕封印 沒錯 他沒有封印無效 所以他是會怕封印的卡 他的BUFF對象限定也是只有4位 而且他BUFF才加2%其實也不多 他有一個坑坑巴巴無效 我認為這根本就是缺點 以及他對歐洲會比較弱 因為他的克星是日本跟北中南美 所以歐洲對他就會比較強 我給的抽卡建議其實只有到單權 我們看下一張 速出性的泰格波浪 渾身一級加50%當然非常優異 熱線斯奈德加7%也很棒 這就是為什麼我還在使用這一個泰格波浪 他還可以幫卡爾茲加5% 他有半7%以及半盾4.5% 是一張11.5的貢獻卡 我們看一下他怕封印 仍然是缺點 然後他有日向克星 這根本沒有什麼用的潛能 他沒有自動斷也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最後就是他的慘斷檔 在目前的情況都可能被霸凌 由於這張卡出了真的有點久 雖然經過調整 不過我還是給可略過 瑪德利奇我們看一下 預測得勝加30% 熱線ND 只要ND 非常好的潛能 加8% 60%的自動斷 他有看穿可以減80%的自動斷 進攻拆隊幾乎保證贏 其實他的防守也是定基 慘斷其實拆隊也都是保證贏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缺點 怕封印 他沒有封印無效 而且他的技能很少 基本上他遇到封印的卡 大概就很難應付了 他還有一個血無效 其實也是沒用的潛能 不過 瑕不言於 我會給到強烈推薦的抽卡建議 我們接著來看80卡 這張卡我認為很棒 我當初在介紹的時候就已經說過 這是一張沒有缺點的卡 目前我仍然維持這樣的評價 我們看他的優點 迷中防守日本克星 百分之百自動斷 封印無效 預測得勝 他的攻跟防拆隊保證獲勝 所以這是一張不考慮射門的話 非常優異的卡 最後我們來看的當然還是最棒的防守的卡 卡爾茲超超級巨星 就算是現在我給的抽卡建議 仍然會是強烈推薦 優點有標記防禦 80%自動擋斷 預測得勝 易利斯奈德 封印無效 數據幾乎是登頂的 你剛才也看到他的排序 第二名第一名第三名 真的是很強 他的前人他的被動都非常的好 就跟巴斯卡一樣 這是一張你很難找到缺點的卡 接著我們來看 成績賽加30%最強狀態對決的投影片 這是一個改版過 之前的對決我們都是放原始的數據 不過由於PVP你實在看不到原始的數據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對決改成 加30%的數據對決 我們來看泰格伯朗 他這次自帶的擋球最強必殺技 552威力 面對平射 面對低空 他是101萬 沒有屬性優勢 屬性又是105萬 面對高空 他更高 沒有屬性又是103萬 屬性又是107萬 面對日本 他大概是減5萬左右 因為他是海外客星 右邊的平射 你可以直接發現 三張技術力最好的 直接就是紅色 不可能贏 最強狀態 高空 這張大空 屬性優勢也贏不了 低空拿破崙仍然贏不了 可以說他的擋球就是無敵 接著我們來看他的鏟球 530的威力當然是有點低 而且是調整過了 面對沒有屬性優勢 82.9萬 面對屬性優勢 則是有86.2萬 面對日本 則是減4萬5千左右 我們來看右邊的對決結果 已經邦尼都計算好了 直接看盤球最好的 艾門8怕 是綠色 當然這張卡是大力當前 最強狀態 一定可以霸凌 泰格伯朗的慘球 不過也要注意的是 他需要體力消耗 第二位我們來看的是 施耐德 紅色 這張卡的盤球已經過不了 泰格伯朗 不過呢 我在這裡補充 12%的半差 你就可以使施耐德盤球 贏過泰格伯朗的慘球 這是一個新的數據的提供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位是 新卡超越中限定的 青田順 這張卡沒有問題 可以贏 泰格伯朗的慘球 然後是三三存 超越底 是沒有問題 綠色直接就可以贏泰格伯朗 這張卡有歐洲克星 剛好就能夠克制泰格伯朗 接著是超超級巨星 李鮑爾 沒有辦法贏 紅色 但是呢 多2%的半差 就可以逆轉這個劣勢 然後是超超級巨星 大空翼 雖然是日本 雖然泰格伯朗對日本 要少四萬五千 不過 在雙方相同條件的情況下 大空翼是沒有辦法 盤球贏過泰格伯朗的慘球 你需要再多3%的半差 以純日本隊來講 多3%的半差 應該一點都不困難 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技術性的日向小次郎 紅色 贏不了 但是呢 要多13%的半差 這真的是有點困難 跟施耐德一樣 要多到10%以上我覺得都不容易 但不是不可能 我們來看下一張 素屬性的賈太郎 他是可以直接霸凌泰格伯朗的殘球 最後我們來給各位補充一張卡 是去年的月底限定 日向小次郎 他只要多2%的半差 這張卡 舊卡喔 去年居然可以盤贏目前的超越中限定 泰格伯朗 你就知道這個海外剋星 跟面對日本的弱 真的是讓人有點痛苦啊 所以這個卡的殘球就是比較弱 你可以注意到 已經有蠻多卡可以直接霸凌他了 但是除了日本比較明顯 其實歐洲你也只找得到這一張艾門8% 還要體力下降 也就是說 泰格伯朗的殘球在大部分時候面對海外 他是可以應付的 就是要小心比較特殊的這幾張卡 在有限的半差之內 其實是可以逆轉這個劣勢 最後我們來看泰格伯朗的斷球 同樣是530的必殺技威力 他的數據好看多了 他沒有屬性優勢可以來到90.9萬 屬性優勢94.5萬 面對日本大概是減5萬左右 看一下右邊的傳球 第一張艾門8%仍然是綠色 但是後面呢 不管是之前非常強的技術性的聖保羅大空益 還是速屬性的賈太郎 速屬性的李鮑爾 或者調整過的ND松山光 還有隸屬性的納德雷莎 基本上都是紅色 只有賈太郎比較有用 因為他只要多2%的半差可以逆轉這個劣勢 你看李鮑爾要13已經很難了 然後這張松山光只要多6% 但是這張卡非常不容易使用 他是中場跟關鍵區加20% 他還有一個單人對決大師加10% 這些條件都湊齊之後 再多6%的半差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出現 最後我們來看三角短船 能不能過泰格伯朗的斷球 艾門巴帕沒問題 但是你看後面 不管是技術性的聖保羅大空益 速屬性的賈太郎 隸屬性的納德雷莎 速屬性的李鮑爾 速屬性的松山光 以及速屬性的新田筍 都沒有辦法用三角短船過泰格伯朗的斷球 真的是非常猛 所以泰格伯朗最大的問題就出在他的慘球了 希望可以早點出一張更高威力必殺技 使得泰格伯朗可以名符其實的當一個超越中限定 以現在這個狀態來講 這個慘球說實在話實在是太弱了 希望全新改版的投影片內容 能夠玩家多多提供意見給我 不管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留言告訴我 謝謝大家 掰掰